嘿嘿 大家好 我是奕 歡迎大家回到 今天就進入Minecraft 又跟大家玩一個地圖 今次這個地圖呢 很搞事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 30 ways to die 我們有30種不同的死法 究竟應該要怎樣死 這個Mapware就是之前跟很多人玩過的Mapware 11 ways to die是11種死法 這就很相似 但Minecraft裡面的死法就有非常多種 所以我們今天就反傳統 我們不是要生存 不是要去空島生存 不是要去PVP生存 我們是要盡快找不同的方法在Minecraft裡面弄死自己 我猜對了 今次我們不如開始遊戲進去看看有什麼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外面有個30 ways to die的一個高稿 然後周圍應該有30個不同的Chamber 就比我們30種不同的死法 我們首先第一個看看What to do 究竟我們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提示 我們就盡量不用它 但因為第一次我們要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我們先按一下 他就說要在這個箱裡搭高五格 然後我們就要跳到街 然後我們就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成功殺死自己 這個剛剛我們第一關剛剛看的時候 他就說叫做Full Damage 所以我們就有幾塊 就跌幾塊 但是總之跌死自己就對了 好像這件事不太適合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不停爬樓梯 跌落去 爬樓梯 再跌落去 然後爬樓梯 再跌落去 然後爬樓梯再跌落去 你不要regen 不要regen 不regen呢 那我們就搞定了 OK 行 第一關過了 然後第二關就是Water 那我們就看看箱裡面有什麼 這個簡單 這個非常簡單 就是跟你說是時候洗澡 不過這個浴缸就無底深淡 就真的好像這樣 我們就在這裡游泳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玩這個Rap 然後跟著有30個Dumb Ways to Die 歌都可以唱 很明顯就是 然後跟著我們在水裡 就好像不知咬到什麼 就死了 然後跟著有3個Lava Fall 它說明它的名字是Lava Fall 即是說我們應該要跳下去 這些東西都是Command Pro 讓我試試跳下去是什麼 OK Reset 哦 我明白 這是一個Jopper 看看有什麼可以落去 好 我們準備在這裡下去 然後跟著呢 不小心按錯 看來我們應該要用Jopper這個技術 快速地跌入熔岩 然後被人燒死 OK 這個沒問題 看來這30個要死的方法 都好像比較簡單 但因為有30個Lava Fall 很明顯Lava Fall 4 是簡單的 Lava Fall 1,2,3,4,5,6,7,8 都應該簡單的 所以我們今集就看看我們可以有幾快 看來這個就是一個Anti-Gravity Potion 就是你扔完之後 它就會掉到另一邊 它就會反轉 所以應該就是重複不停的 這樣扔 沒錯 好像這樣 今天就死了 為什麼不是生存的呢 不過我猜地圖作者應該在做地圖的時候在想 無論怎樣你都是玩生存 好像有點悶 不如我們弄一個方法 就是不如弄死人 好像比較簡單 不過都不是 都很複雜 你都需要動腦筋 看看你怎樣才可以幫到手 但我們在這一關裡面 應該要弄一個Red Stone Contraption 它那個名字也都說了 Red Stone Contraption 就是一些紅色的裝置 可以令到我們死 不過很簡單 它有扇子和dispenser 那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站在一邊 然後有dispenser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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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些 應該搞定了 這個Lv.5 OK 然後這個Lv.6 我們看看有什麼 The Ball of Fire 這個Ball of Fire 很簡單 很明顯就是把這個FIRE CHARGE 扔到這個NATER BRAKE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 Hi BBQ 燒雞營 我喜歡吃 這樣就搞定了嗎 對不對 很簡單的 好啊 下一個麻煩 什麼來的呢 這個 The Tree Trap 究竟有什麼trap 大佬 是不是要種樹 因為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種樹之後 然後跟著我們就可以 可以在這個木裏面 讓自己窒息 還是什麼 還是 哎 哈哈哈哈 喂 這個Tree Trap 這個Tree Trap 有少少低能 我還以為我要砍一棵樹 然後再種一棵樹 然後可以藏著我自己 怎麼知道 喂 這麼低能的這個 這個應該放在FOR ONE 砍一棵樹 然後下面 怎麼知道有個陷阱 然後跟著呢 那你就死了 好明顯 OK 這關很簡單 第八關 ENVIL 好明顯就是這樣 還要很方便 還是我們不用用Ironback X 如果我們在箱上 所以我們放了一次 叮 逐 OK 搞定 FOR NINE THE VOID BLAD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在裡面 就這樣睡一睡覺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這樣起床 應該就可以 我猜 我猜 對了 踹踹踹踹踹踹 一跳下去 這樣就搞定了 好簡單 好 接著我們來到第十關 就是The Nether 我們就看一看What to do 先 因為它是第十關 我們選擇這麼像一個小孩 接著他就說 Build a Nether portal and find a way to kill yourself 建一個地獄的傳送門 然後找一個方法去殺了你 他就叫你千萬不要用火來燒死自己 那就是說我們不可以用熔岩 亦都不可以用我們現在的火球去燒死自己 亦都不可以這樣燒死自己 那他亦都叫你千萬不要在Obsidian上面放火 呃...OK的 我就覺得 OK 那我們就進到這個地獄堡 他說明我們就不可以燒死 掉死可能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我覺得最穩陣的就是 因為呢 我們這個地圖周圍呢 就全部都是虛空的嘛 那當然呢 那我們就放個地獄的波圖 在第二處呢 那就應該會好些 但是我們就要等一等他呢 看看他那些黑玉石 什麼時候肯彈出來 啊 好出來啊你 要不然我怎樣死都死不了啊 小禁閉閉閉閉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試一下 砌這個地獄的波圖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看看吧 我應該夠吧 對 對 沒有 幸好我挖了 不然呢 我不知道在哪裏找回我的地獄波圖 來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我估計 看看吧 應該是的 我們試一下回去 然後看我們會 spawn在哪裏 來 哪裏呢 spawn到虛空 spawn到虛空 出來 啊 好明顯 來 不知道去了哪裏 我們飛到遠處 完全地圖消失了 但是呢 我們不理那麼多 我們現在呢 就要放些 Eye of Ender 在這裏中間 很明顯 那個End portal 對不對 弄完之後呢 跟著我們就可以掉下去 然後跟著呢 裡面就很明顯 有隻中介龍 對不對 那中介龍要做什麼呢 要是被中介龍打死 要是被中介人打死 要是被中介人打死 要是就跳下去 很明顯入到中介之後呢 就非常之多的方法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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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像很奇怪 明明入到中介 是要打中介龍的嘛 而不是呢 等 不知道什麼來殺 你 是要打死 不是等他打死 我覺得這個MAC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怎樣玩 我是覺得奇奇怪怪 這樣款的 有一點 中介龍 你不如快點來吧 跳過來吧 喂 喂 差一格 差一點點 你可不可以 準成一點 作為中介龍 這種死的東西 你都不準 那你怎麼做人中介龍呢 你是Minecraft的Boss來的 我現在才發現 中介龍真的不太相信 我們嘗試掘上去 還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呢 奇怪的東西就是 我的人不停地縮小 或者呢 我們可以這樣把這個放回 然後呢 我們就發覺我們個人 越來越大 然後呢 我們就死了 OK 正好 接著呢 我們就來到第12關 剛才呢 就寫著呢 這個就是 The Archless Accident 那就是呢 一個 弓箭手 的 意外 那就是呢 這些就是意料之外 馬路 魚虎口 大家千萬要小心一點 應該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 沒錯 射高一點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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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然後呢 這個弓箭手 這樣死吧 都很意外 很明顯就是意料之外 對不對 不是 不是意料之外 這個 好啊 接著呢 來到Level 13 他就說呢 這個是Hunger 那很明顯呢 我們今天就來玩Hungry Game 對不對 這個Potion of Hunger 就是很明顯是來給我們 喂 肚餓啊 喂 我要吃東西了 什麼時候有Lunch吃啊 現在上學呢 每次想吃Lunch的時候呢 都好像沒有人會理我 每次都要等到12點多 然後才可以吃飯 明明消息啊 有東西吃你又不去買 那你就該死了 很明顯就是 很明顯呢 你就是不吃飯 然後下午去上課 就餓死了 是不是 這些呢 就真的是30 ways of dumb ways to die 這些都說歌仔都要唱 我猜大家都應該記得 那首歌就是好鬼死小的 好啊 但是呢 我們來到Level 14 就在這個Ender Pearl 顧名思義都很簡單 Ender Pearl 就是會扣你血 然後我們也不小心地 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去了旁邊的Level 然後就死了 哈哈 這個有點好笑 但是呢 我們很快就已經來到一半了 這個Level 15 不知道有什麼事 但是他就說 這個是一個巫師的帽子 來的 不知道喝掉水 之後會有什麼發生 這個是Speed 然後這個呢 就是Cube by Magic OK 這個帽子不要這麼奇怪 這件事 這麼奇怪 OK 但是呢 他就說 跟著Level 16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窄色 很明顯就很簡單 對不對 一個紅色 再加一個白色 馬上變橙 馬上變白 又可以 然後在沙裡面 就得了 沒錯 我們這次遊戲的目標是要死 所以很明顯就得了 雖然在其他地方 絕對是失敗的 需要努力生存下去 知道嗎 哈哈 但是呢 我們就來到Level 17 對呀 但是在這個時間 最適合 就是我們 停一停 我們今集 我們可能下一次 回來 就等大家 告訴我 這個Level 17 究竟怎樣解決 然後呢 我們根據大家的方法 看看大家有什麼好聰明 弄死自己的方法 然後 然後呢 我們可以試一下 如何解決這個 17關 然後我們下一集 就跟大家研究另外 那十幾種很奇怪 和很蠢的死法 等於呢 你過馬路走出去被車撞 走去一個大灰虹 然後捉一隻大灰虹 等他爭取的那些 應該都可以在這個遊戲裡面試一下 我覺得 不過只是遊戲好的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那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按個讚 我們下一次回來 和大家看看 另外十三種的奇怪死法 那就是這樣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不知道為什麼 企鵝就突然好像心跳來笑 有一天突然想叫他跟我說 我要建一個studio出來 homebase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好 拍照 然後就上來 搞了幾個小時 然後大家看到企鵝那張縮圖 就是搞成這樣